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行路上不可或缺的风景 别人种冬瓜越大越好 他却偏要种小的 别人种南瓜为了吃 他开发的南瓜却是为了看 二十多种稀奇瓜果 到他手里却成了赚钱的宝贝 没有不 卖不出的货 只有不会卖坏的人 现在他的合作种植基地总面积一千多亩 他带领六十多户农民 瓜田辉汉 一起赚钱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致富经 有个问题 您不一定注意过 但是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这市面上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冒出一个新品种的瓜果蔬菜 它们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 这背后的操盘手 这几年得了一个新名字 叫做水果猎人 顾名思义 就是四处去捕捉新鲜的瓜果蔬菜 并且引入市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宝卫 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不是在看瓜果 就是在去找瓜果的路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有一百六十多天 在干这件事 经他手引进的瓜果 有二十多种 而张宝卫最近引进的 是一种叫做巴西蜜瓜的品种 今年应该是种植成功 大批量上市了 这本来是一件该高兴的事 可是张宝卫的心情 却很复杂 2019年7月 张宝卫终于盼来了丰收 他的瓜成熟了 为了这一天 他足足等待了四年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次采贷 这种瓜 外表看起来 有些深色的斑点 摸起来还不太光滑 那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切开后 果肉是白色的 有点像冬瓜 也有点像哈密瓜 但有都不是 不仅瓜稀奇 张宝卫对采摘的要求 也很特别 他说上还有很多瓜 他不是说 我们一进来就全部清理 药就是很严的 所以他们工人都挨着走 放眼望去 整个棚里都是瓜 可张宝卫和工人却说 不好找 我想他还想吃 所以下期你们采贷 一定要强调 注意注意 咱也不着急 要找到符合张宝卫要求的瓜 没那么容易 为了避免花伤瓜皮 工人们都要戴着手套 挨个检查每一个瓜 只有看到一样东西时 才能采摘 这一个就可以剪的 你看 为啥这个可以剪 这个有标记 黄色的皮筋就是 主要是今天要摘的 别的它就摘不了 你不要着急 我慢慢给你找 这个东西就是绑在瓜藤上的标记 今天就只能采摘 产有黄色皮筋的瓜 其他颜色的标记 都不能采摘 这到底为啥呢 我们是按照严格的要求管理 来生产的 要为什么品质要有保证 张宝卫要求工人 开花的当天 要在瓜藤上 保一个东西作为标记 不同时间开花 还要绑上不同颜色的标记 开花之后的第50天 准时开始采摘 此时含糖量刚刚好 如果提前或延后采摘 瓜的口感就会发生变化 延后采摘不仅对瓜的口感有影响 而且也不容易存放和运输 达不到50天提前采摘 含糖量不够 因此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 这是今天有采的 你看它两个的对比就不一样 你看它这个花纹呀 它这个就没花纹 它光光的 张宝卫还特意为这种蜜瓜设计了两种包装 现场在凉棚内进行包装 为了防止运输中磕碰 张宝卫要求工人在每个箱子里垫上木条 一个木箱能放三个五斤左右的蜜瓜 2015年张宝卫开始试种这种瓜 接连失败 让它先后砸进去了400多万元 今年终于迎来了丰收 张宝卫的合作种植基地 一共种下了1000多亩巴西蜜瓜 预计总产量能达到500多万斤 但是身边的人却都为它捏了一把汗 这种瓜市场上很少见 一个新品种一下种这么多 能不能卖出去 那还是个未知数 一开始让我去卖这个瓜 我是比较抵触的 为什么 这外形不好看 这个黑皮白肉的瓜怎么卖 瓜看着不起眼 人人担心张宝卫要咋卖 甚至还有朋友劝他 第一年大丰收 不行就低价销售 先让这种瓜在市场上露个面 大家慢慢了解了 在琢磨提高价格的事 可他却一点听不进去 还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市场是自己创造的吗 卖不出的货 只有不会买货的人 像这样一箱蜜瓜 它定价180元 如果今年500多万斤的蜜瓜 全部销售出去 那就能卖4000多万元 但是如果卖不出去 不仅四年心血腹之东流 张宝卫前前后后投入的几百万元 都会化成泡影 其实张宝卫也知道 计划再好都有可能出现意外 这注定将是一次华丽的冒险 他专门瞄准各种稀奇瓜果 先后种植开发了20多种新产品 现在张宝卫在国内有合作种植基地总面积上千亩 带领全国各地50多户农户一起致富 谈起他创新的勇气 很多人非常敬佩 他做水果生意要30多年了 他的思路就一直在全世界在发掘这种东西 他说他的思路很简单 他说我不想做一个市场 水果市场的跟随者 我想做这个市场的领导者 不一样有个性 敢于创新 新的东西敢于推向市场 也可以说是做水果的领寒者 种西奇瓜果 让张宝卫尝到了甜头 直到四年前种上这种蜜瓜 失败却接踵而至 张宝卫也吃尽了苦头 今年好不容易迎来大丰收 能不能顺利卖出 等待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 答案还没有揭晓 张宝卫是河北苍州人 曾在老家一个企业上班 1986年 他看到家乡的鲤丰收了 品质也挺好 就想辞职创业去卖鲤 但是别人卖鲤是在当地 最多拉到周边的城市去卖 可张宝卫却大胆地瞄准了 千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广州 很多人心目中的梦想之都 吸引无数弄潮而汇聚这里 1986年 张宝卫27岁 他对广州充满了向往 张宝卫没有去过广州 只听说那边生意很好做 鲤卖的也贵 张宝卫想着 把河北苍州的鲤 运到广州试一试 当时从河北苍州到广州 汽车运输要经过韶关大山 翻山越岭 至少要走七天七夜 山路崎岖 路途遥远 很有可能 苍州摘下来的新鲜梨 到广州就烂成了一滩泥 就算梨没烂 张宝卫一没经验 二没人卖 广州也不缺水果 老家的梨能不能卖出去 也不好说 只有冒险 没什么逆流而上 只有冒险 有冒险都有风险 但是他的利润也是最大货 张宝卫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了七万多元 这些钱在当时 那可是一笔巨款 如果失败 他砸锅卖铁也还不起 但他琢磨 如果成功了 那就至少是上万元的收入 张宝卫决定 开始他人生的第一次冒险 他在老家 以0.25元一斤的价格 收购了三十多万金梨 花了两千元钱 租了一辆大卡车 从苍州处罚了 从苍州到广州 两千多公里的路上 张宝卫那是一路担心的 除了怕梨在路上坏掉之外 他一个北方人 到水果品种丰富的南方 去卖水果 既没有人卖也没有经验 这一车梨能不能够顺利卖出去 那都是未知数 张宝卫紧赶慢赶 用了七天七夜 好不容易 把三十多万斤的梨 拉到了广州水果市场 正琢磨着怎么开口腰和卖货 市场上的喇叭 早塌一步 就开始广播上了 说是从河北运来了一车梨 让大家伙都去看看 那个年代 可没有现在的互联网 手机这种通讯设备 通讯基本靠喉 大的一些农产品市场 都会配备广播设备 这个市场里 从哪来了什么货 通过广播会告知大家 这个北方的梨到了南方 也算是紧俏货 张宝卫刚拉进广州水果市场的 这车梨 就这么靠市场的广播 很快卖完了 一会随我进来广州 就好卖 市场的需求量很大 广州天气太热 都想吃雪梨 雪梨供应不过来 张宝卫 这30多万斤的梨 收购价0.25元一斤 他卖出0.9元钱一斤的价格 一周内全部卖完 赚到了20多万元 这可把张宝卫高兴坏了 那个时候来讲 万亚货是很了不起的 一个事情来的 第一次冒险就让张宝卫 尝到了甜头 他决定就在广州扎根 继续做水果生意 他还把老家的老婆孩子 也接到了广州 经过十年的摸爬滚打 张宝卫逐渐在广州的水果市场 站稳了脚跟 一年销售额能拿到1000万元 然而1996年 张宝卫却遭遇人生的滑铁路 十年积累的财富 竟然在一个月内全部清零 这让张宝卫难以接受 基本上是崩溃 一天就亏到两三块钱亏 最后亏到五块钱 苹果血利就跌到五六块钱已经 这十年赚的钱基本上全部亏光 当时因为苹果和李行情暴跌 张宝卫囤积的货又多 一下子赔了一百多万元 辛苦打拼十年的积蓄 亏得无影无踪 当时跟张宝卫在一个批发市场上的同行 很多也亏钱了 一些同行就干脆不干了 回老家了 可张宝卫的想法却大不相同 第二年 张宝卫借了十万元钱 又进了一批水果 这一年 他赢回了一局 张宝卫赚到了二十多万元 虽然赚钱了 可他一直在反思两年来的经历 他发现大众水果 苹果梨等等 不但价格没有优势 而且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 而他也只能随着市场沉浮 根本束手无策 琢磨来琢磨去 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96年代以后的暴跌 这东西后来心想 为什么暴跌 东西就多嘛 我都想 搞我有你们有的产品 物以稀为贵 市场上稀缺的产品 不易受到行情冲击 张宝卫决定 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产品 提高市场竞争力 早茶对生活在广州的人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壶茶 两笼点心 三五好友坐在一起 慢慢享受 广州人对吃很讲究 平日也比较注重养生 每到夏天 当地人都会吃这样一道菜 冬瓜忠 张宝卫也爱吃冬瓜忠 可吃着吃着 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广州呢 他有吃冬瓜的习惯 广州有大冬瓜忠 他十个人八个人吃一个 有心想啊 能出现小冬瓜呢 就最好了 广州的冬瓜忠 都是用大冬瓜做成的 张宝卫却想引进小冬瓜种植 但是市场能接受吗 不管别人怎么劝 张宝卫偏偏就认准了 他要种小冬瓜 卖给饭店做冬瓜忠 张宝卫在广州 试种了一百多亩的小冬瓜 成熟后 他拿着小冬瓜 找到当地的一些饭店 可一上来 就吃了个闭门羹 他第一次拿小冬瓜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以为他拿一些 还没长大的冬瓜给我们 然后呢我们都说 你长大了 那你大冬瓜给我们才好 我们卖大冬瓜比较好啊 为了吸引饭店购买小冬瓜 张宝卫想了一招 一家饭店送五十箱 就是我们就给酒店里 就送给你五十箱 叫他怎么吃怎么用 好卖呢卖了以后 就是卖了以后再摇货 就打个八折 不摇货呢 我们干脆就把冬瓜 反正放在家里也没用 就盖子送给酒店里了 那段时间 张宝卫每天把小冬瓜 往外面送 几千箱两周内 就全部送出去了 张宝卫为什么非要种小冬瓜 他怎么就那么自信 饭店适用小冬瓜后 一定会选择回购呢 上一次张宝卫赔得一塌糊涂 总结原因 那是手里的货太大众化了 面对行情的变化和市场的竞争 他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那之后 张宝卫意识到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 想要改变生意模式 做市场上别人没做过的产品 这个小冬瓜就是他选择的方向之一 而在引进小冬瓜之前 他就做过调查 这个饭店里不少食客 喜欢吃这个冬瓜忠 但是大冬瓜忠实在不是一个人能吃得完的 来您看 视频当中 左手边的这就是大冬瓜忠 直径四五十厘米 右边十多厘米 这个是小冬瓜忠 这个大冬瓜忠您看了 这得用盆装 适合一桌十几个人一块吃 而小冬瓜忠 您看了 一人一份 一份的量 就算是这个一大桌人吃 一个人面前摆这么一个 吃起来 他有卫生 销售上有亮点 他就有商机 一人份的冬瓜忠 就这么成为了张宝卫的拳头产品 做生意 这是对我来感觉的什么 就像做那个心理的一样 心理医生一样 因人之一 因地之一 就是每个人的心理不同 所以他就消费也不同 所以跟他定位也不同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一个产品开发出来 要首先考虑好的 他定位 我定个谁 谁来吃 谁来要 张宝卫从来不会盲目冒险 他早就想好了 小冬瓜做出的冬瓜中 一人一味 就算一大桌人吃 一人面前摆上一个 吃起来也比较卫生 这就是他特殊的市场定位 张宝卫通过免费提供50箱试用的办法 让各大饭店了解了他的小冬瓜 顾客也发现了小冬瓜的优势 这个冬瓜跟一般冬瓜不一样 它肉很脆 甜甜的 普通的冬瓜 大冬瓜就是很绵的感觉 那种脆度不够 而且这个就是它比较清甜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它一人一味很很卫生 一人一味的冬瓜中 可以先喝汤 还可以把冬瓜中里的冬瓜肉也吃了 我们的媳妇 跟我们团队去尝试过 非常棒 所以我们都决定从它那里大量采购回来 由大变小 看似是不起眼的一个转变 但因为精准的客户定位 张宝卫抓住了市场 把小冬瓜卖到了广州 香港等地的饭店 大冬瓜论金卖 他的小冬瓜论个卖 一个小冬瓜最高卖到6元钱 通过开发小冬瓜 张宝卫对开发新奇产品有了信心 从此 新奇刮果的 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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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卫四处参加刮果产品的展会 手机不停地拍 我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有一种职业病 这些照片 都是他在世界各地拍的新奇刮果 有的展会时间会在2月份 正赶上国内的春节 张宝卫也照去不悟 有的时候大年30或初一 开了会 大年30年也去 也去 每年都要去 所以每年要开发新的东西 因为世界上也是 品种也在换 是包装也在换 所以现在就说 我们一定要做到相关的微信里说的 引领冬远新潮流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张宝卫把照片洗出来 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每天对着照片研究琢磨 张宝卫还找到国内一些 育种方面的专家 邀请他们担任自己公司的技术顾问团 我是搞育种的 搞口粮的 它是在发展高档的一些瓜类品种 就这样的就是两个物补 我定位是不同的 世界每个消费者 他是怎么样的 他这五官都有需求的 开发农产品这个市场 空间很大 不要光想着吃 张宝卫求新求变 到2014年 一共引进种植了各类瓜果 达20多种 巨型南瓜就是其中之一 张宝卫经常带自己的瓜果 参加农产品展销会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看着这么大的南瓜 感觉就像假的一样 刚刚用手掐了一下 确实是真的 但它确实是真的 这个还不重 是吧 不错不错不错 好 来 巨型南瓜一个就有一百多斤重 靠着鲜亮的色彩 庞大的个头 在展会上大放光彩 很多人合照留念 但是这种南瓜 可不是用来吃的 它这巨型南瓜 做的是做一种观赏的 它吃也能吃 它吃的价值就没有了 它因为它那个巨型南瓜 还没有它好吃 做的是好看 观赏 这个巨型南瓜做的重了 这个南瓜气满 这个南瓜最气满的 也有五六十公斤的 这菜长小的 正常能长得几百斤的 在欧美地区 庆祝万圣节 离不开大南瓜 一直就有种植 巨型南瓜的传统 张宝卫每年生产 两百个左右的巨型南瓜 主要销售到广州的各大商超 和游乐场所 吸引顾客 这个我们如果说 要把这个品种引进 到我们陕西去行不行 可以可以 通过参加各种农产品展会 张宝卫把新奇产品 卖出去了 合作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2014年底 他的销售额达到一千多万元 现在有很多像张宝卫一样的生意人 满世界地跑 寻找那些还没有进入国内消费市场的瓜果品种 但是种类那么多 什么样的可以带入国内市场呢 首先记忆点 瓜果的外形 香气 口味 甚至是生长历史 都可以成为让消费者记住的理由 再有就是普及率 农产品在种植上 受土壤 气候环境的限制很强 一个新品种引进来 能不能够普及种植 也是张宝卫看中的点 秉持着这两点 张宝卫已经成功地引进了 二十多种瓜果 还没有看走眼过 但咱们说凡事 他都没有一帆风顺 2015年他遇上了一种瓜 不仅让他惆怅了很久 还花光了全部积蓄 2015年2月 张宝卫盯上了一种巴西蜜瓜 这种蜜瓜样子不好看 像冬瓜也像哈蜜瓜 朋友不看好 可张宝卫却当成宝贝一样 他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冒险 2015年在海南市中了300多亩 可等到的结果让他非常失望 他肯定是伤心 气候的原因 就是他的波动的季节不对 就不停 海南的这个昼夜温差已经没有了 所以糖度一直上不来 最后这个瓜也没有很好的商品价值 因为昼夜温差不明显 瓜的含糖量很低 当不了商品 最后只能烂在地里 随后张宝卫又在陕西等省分别示众 可结果都不理想 不是含糖量不够 就是瓜果大小不一 一直折腾到2017年底 张宝卫砸进去了400多万元 还没有适中成功 别人都劝张宝卫换个品种 可张宝卫却铁了心要种这种蜜瓜 不要说一跌倒了 躺在那里又要不起来 起来呢 我们往前走了 就是碰的突破血流 我要坚持 最后你这么坚持 最后可能能到顶峰 到了顶峰呢 你就是胜利者 张宝卫其实发现了这种蜜瓜身上的一个秘密 他才敢冒险适中 这种蜜瓜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018年 正在张宝卫走投无路时 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地方 玉门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 玉门历史悠久 因西域和田美域由此通关而得名 玉门属于大陆性中温带干旱气候 这里降水少 日照长 是种瓜的好地方 这让张宝卫看到了希望 2018年2月 通过朋友介绍 张宝卫来到玉门 找到当地一位有名的种瓜能手 上国生 张宝卫提出 想要和上国生合作种植的想法 谁知上国生听后连连摇头 尽管上国生种瓜20多年经验丰富 可让他种植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蜜瓜 他的顾虑很多 一周之后 张宝卫再次找到上国生 说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 让上国生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原来张宝卫给出了这样一个条件 为了打消上国生的顾虑 张宝卫承诺 种子由他提供 种植瓜来 他全部收购 为了打消上国生的顾虑 张宝卫承诺 种子由他提供 种植瓜来 他全部收购 预估这种瓜的母产量 提前支付30%的货款 如果种植失败 一亩地也会付给上国生5000元钱 上国生感受到张宝卫对自己的信任 决定试试看 上国生仔细询问了张宝卫 每年种植失败的情况 开始分析研究 又结合自己20多年的种植经验 制定了种植方法 以前张宝卫试种时 瓜秧是不服在地上的 上国生用绳子把瓜秧吊起来 这样每个结出的蜜瓜 都能接受到充足的光照 另外玉门有着独特的气候环境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有利于养分的转化和糖分的积累 2018年7月 上国生种植的20多亩蜜瓜 结果了 张宝卫喜出望外 因为量很少 张宝卫送给亲戚朋友和客户免费品尝了 那么他到底为啥坚持种植这种蜜瓜 这种蜜瓜 他身上的秘密是什么呢 原来虽然这种蜜瓜外形不是多好看 但他身上却有一个杀手锏 含糖量高 开花后50天采摘的瓜 含糖量在14%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平时常吃的草莓西瓜 含糖量在4%到7% 梨哈蜜瓜含糖量在8%到10% 苹果橙子含糖量在9%到13% 蜜瓜14%左右的含糖量说明 它是很甜的 这正是张宝卫敢于种植它的主要原因 2019年张宝卫在玉门市 通过与农户合作种植的方式 种下了500多亩蜜瓜 确实给我们的草莓农业 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设施种植这方面 现代农业发展方面 都给我们确实是堂持这些新物质 张宝卫琢磨 这种蜜瓜最大的特点是含糖量高 能不能让它优势最大化呢 它的目光又投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干旱少雨 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当地农民逐渐摸索出了压沙种瓜的方法 所谓压沙就是在地里铺上沙粒碎石 这样做能蓄水保温减少水分蒸发 沙石缝隙里种出的瓜又大又甜 这让张宝卫很感兴趣 张宝卫琢磨 如果在压沙地里种植蜜瓜 含糖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呢 不一样的道理 它因为它植物 它吸收它的养分 本来这个巴西蜜瓜就很好的品质 再加上那种气候种植出来的东西 阳光好 我们去年已经试试中国成功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 做到极致 做到最好才行 提高它的副价值 提高它的品质 张宝卫琢磨 如果在压沙地里种植蜜瓜 含糖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呢 2019年张宝卫来到中卫市 找当地的种植户谈合作 很多农户种植西瓜多年 不愿意尝试 这个叫冯玉昌的人 找到张宝卫想要合作种植 那为什么人家不敢种 你敢种呢 因为我想创新 我不想在老品种 再这样继续下去 因为这边的种植面积 就逐渐在扩大 这种新的产品 它是一个必经趋势 冯玉昌种植压沙西瓜十多年 他也想要创新 和张宝卫一拍即合 2019年 他们合作种植了600多亩蜜瓜 张宝卫现场切了一个蜜瓜 想看看质量如何 张宝卫只吃了一口 就说他知道含糖量了 这个瓜呢 最起码的 也有14度5以上 你可以鉴定一下 最起码有14度5以上 现在 14度5 14度半 到14 14.8 吃一口就知道 对 差不多吧 上下 不能上下误差 只差0.3的 看我们测一下 14.6 14.6 看了没有 太神了 真的假的 看一下 14.6 0.1 不需要测糖仪 就能预测含糖量 这是经营瓜果30多年 练就的本理 独特的沙田地 接触的蜜瓜 比普通地里的蜜瓜 含糖量能提升 0.5%到1% 这让张宝卫 吃了一颗定心丸 来来来来 大家好来来 吃瓜来 尝尝瓜 好不好 他非常开心 现场把瓜切开 给在场的农户们 一起品尝 好不好 好不好 就大家评论 来来来 不口甜 这点太甜了 这得口口甜 是吧 这说什么 太甜了 算好吃 张宝卫在甘肃宁夏 一共合作种植面积 有1000多亩 预计总产量500多万斤 如果按他说 能全部卖出去 将实现他4000多万元的 财富计划 可如果卖不出去 投入的心血和资金 就全打了水漂 张宝卫到底要怎么 把这些蜜瓜卖出去呢 其实张宝卫早就有了规划 咱们一块来看看 7月底 宁夏银川的20亩巴西蜜瓜 首先成熟上市 而接下来 是甘肃郁门的500亩地 也陆续成熟上市 到了9月份 宁夏中卫的600多亩巴西蜜瓜 也陆续地成熟了 咱们说了 把巴西蜜瓜分区域种植 错际上市 一直能够持续到9月底 而这种分区域上市呢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但是 这个张宝卫啊 他更近了一步 他呢 根据市场的需求 精准到了种植的面积 宁夏中卫种植的基地 面积是银川种植基地的30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张宝卫经营水果多年 他的销售思路是 种多少要根据市场需求 不同月份 市场需求的量是不同的 所以他会提前安排计划 根据瓜上市的时间 来倒推他要种多少瓜 下半年里 一个重要时间段是中秋节 到那个时候销售量会大增 这个时候呢 正改到什么 中秋节的时候了 中秋节的量呢 我们做水果的经验 做30年的水果经验 中秋节的销量 和平常的销量 打多少倍啊 打30倍 知道吗 所以啊 中秋节的时候 你送给我送给你 每个家庭都要打30倍 不是说现在 现在吃水果 有一个人吃 到中节就30个人吃 所以我这个量呢 要跟着这个节奏走 现在我们做20亩 20亩的30倍呢 就600亩了 现在就是说 是涨千亩了 我才按这个量来发展的 张宝卫说 中秋节的销量 是平时销量的30倍 所以他推算了一下 中卫市的基地 中秋节前后蜜瓜成熟 他要种上其他基地 30倍量的蜜瓜 除了种植上计划先行 张宝卫还精心设计了 两款包装 不同风格的包装 满足不同消费的喜好 其实早在蜜瓜成熟前一个月 张宝卫就开始琢磨 如何进行宣传销售 2019年7月18日 玉门市政府举办一个 农产品订货交易会 邀请了全国各地上百名 农产品经销商参加 其中有一项内容 是蜜瓜节展示会 玉门当地产的各种蜜瓜 云集这里 张宝卫也带着自己的蜜瓜 参加了展会 张宝卫与多家公司 达成了合作意向 通过参加展会 张宝卫把产品 卖到了北京的这家超市 在超市里 独特的包装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驻足观看 通过免费试吃等活动 消费者对这种 新奇少见的蜜瓜 产生了兴趣 就是一样八七七铜蜜 见的比较少 我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的蜜瓜 今天第一次尝了 我觉得很甜很好吃 现在我们这蜜瓜 通过我们的全国的网络 已经卖到了经济记地区 还有这个东北三省 刚刚上市以后 客户对这个蜜瓜的反响 非常不错 张宝卫把蜜瓜 卖到了北京 上海 广州 沈阳 宏庆等地的超市和批发市场 同时他也在给自己的蜜瓜 寻找新的出路 2019年7月30日 张宝卫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陈彦川 这个人是香港一家 果汁加工厂的负责人 张宝卫想把自己的蜜瓜 卖给他 现场工作人员 对蜜瓜含糖量 水分等 进行各种检测 张宝卫和陈彦川 也达成合作意向 其实我们做果汁 其实我们最心想的 就是像这种 张总 他有着创新的精神 有着冒险的精神 其实我觉得 我很敬佩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有点像是 所以将来应该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他合作 7月到8月2个月 张宝卫的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 9月份还将会有300多万斤蜜瓜 大量上市 采访期间 记者跟着张宝卫 去了甘肃玉门 宁夏银川 广州 福山 广州 福山等地 从北到南 为了今年上市的蜜瓜 他一路奔波 60岁的张宝卫在地铁里打盹 在飞机上补觉 他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 一年365天 有160多天 他都在路上 虽然累 但却乐在其中 因为他的梦想 也始终在路上 我就想把我的理念 推广到全中国 我把先进的东西 叫农民 跟着我们一起来支付 这是我的心愿 这是我的力量 也是微博的力量 但是我也证明 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把我懂的事情 我就想传播下去 叫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都在受益 保持企业竞争力的方法 有很多 不断地扩充 人无为有的新产品 是其中一个 张宝卫今年60岁了 对于瓜果的好奇心 却从来都没有削减过 他一直在寻找 各种新奇水果 不断地把新产品 带到他的事业版图里 在瓜果行业里 保持着竞争力 张宝卫说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地方 引入合适的水果 带动更多的人致富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致富经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